而新北今天新增的是有11例 除了树林科技場爆發的 不明染源群聚之外 在中和還有一名 是在儀器廠工作的男性 他因病到雙核醫院就醫確診 那麼同樣感染源也是不明 而且這名個案 他的CT值只有12.7病毒量高 目前已經匡列居隔人數有8人 另外一個是22598 22598這位是住在我們中和區的市民 那一樣的在昨天出現喉嚨痛以後 馬上也是到診所去就醫 一樣的也要謝謝我們基層的醫師 一看到他的症狀 就馬上請他到我們就近的大型醫院去採檢 所以他到雙核醫院採檢過後 一樣是確診陽性 他的CT值是12.7病毒 目前已經收治在專者的病房治療 初步我們匡列8位居家隔離者5位 都已經安排採檢 那相關的這個採檢結果 還有他的疫調都在進行中